大家好,今天跟大家介绍的是 Leica M10相机 大家好,我是Frankie 今天跟大家介绍的是Leica的M10相机 这个相机 这个M10相机其实2017年已经 推出了 当时售价比较贵了 但是到现在呢 不用5万块,港币5万块就有一台了 相对来说呢,那个价格是 还是可以接受的 这个M10其实跟240是一样是2400万相 但是在影像方面呢 它的仔细度是比较高一点的 而且呢,就ISO 可以 由100到5万 可以接受的范围是 10000 而且呢,还有WiFi的功能 比如说你在 旅行啊 户外啊 想把相片 分享到 不同的平台 那你可以用WiFi 去分享到手机上 然后再传给大家 另外呢,还有一个GPS的功能 只要你把这个 这个 这上面有一个 HotSoup的位置 你可以把 一个 WiFi 就是一个可以 看LiveView的 EVF插进去 然后它这个 里面有一个 GPS的功能 那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你到外面 拍照 然后回来家 你 不知道那个 相片是在哪里拍的 你可以看得到 它的资料 知道 它的 位置是在哪里拍的 那对于你 之后 手机 资料是有帮助的 另外呢 那个WiFi的窗户 就这个小窗户 它 放大了一点 而且呢 放大比率呢 从 之前的 240呢 变成现在的 0.73的 倍率 那放大之后就很 好看很多了 比如说我是戴眼镜的 对于这个放大呢 是对到比较好一点 而且呢它的重量呢 带电池的情况之下呢 只是660克 那 比如说 轻了一点 对经常带相机或者去旅行的朋友来说呢 这个是很大的帮助 虽然是轻了一点点但是 就改变很多了 还有那个体积方面呢 它就小了一点跟 胶卷机器是一样的 厚度 那个比例呢就是 很软美的 当初 Leica 设计这个比例呢 就是 应用那个人体工学呢 去设计的 好现在我们先 介绍一下 M10的前方的按钮 那这个就很简单啊 这个是 把镜头拆出来的时候就按一下就行了 它装进去的时候呢就不用按着按钮 你扭下去就行了 还有呢 这个黑色的按钮呢 就是 你拍用 Live View拍的时候呢 就用这个按一下 然后就可以 转换呢 在这里 在小柏轮 这里转换 那个放大比率 是有 1倍啦 5倍啦 还有 10倍的 另外一个就是这个 推杆 这个推杆呢 是 改变那个WingFinder的 frameway 那里用的 改变 比如说35啊 50啊 28啊 90 就用这个去改变它的frameway 你看到你预测的范围是什么 还有后边 这个就 比较 简单一点了 变成了 三个按钮 一个是Live View 另外一个是Pay 就是拍完照之后 Pay 看看的相片 还有一个是Menu 那另外这边这个 是保存的 上下左右 还有这个 推 推薄这里 可以调整 在机顶方面 就是有一个Iso盆呢 这个Iso 就是 可以有 调 调 是A A mode 就是自动 然后就100 200 400 800 1600 3200 6400 还有一个M的 M就是在机器的里面 先 调整 然后你调到M的时候 比如说你调 你调5万 那你 搏到M这里 他就会选择Iso 5万 那这里没有什么改变呢 这个快门速度也是一样的 这里有一点的改变 就是更加简单 只有 开 更关 没有其他 复杂的东西 其实在市面上有不少的 皮套是可以给 大家选择的 其中这个是一个 不错的 款式 它有一个 握手 在这个皮套的前方 可以抓住的时候呢 更加抓得紧呢 还有在后面呢 呃 它有一个 这里可以加上了脚架 三脚架 可以不用拆皮套的情况下呢 还可以把它装进去 另外呢 就是这个最好用的地方呢 可以 开这个门 可以把那个电池呢 不用拆皮套的时候 可以拆出来 还有 SD Card 也是一样 可以拆出来 那你换电池 或者换SD Card的时候呢 那就会很 方便啦 一盖上 就有一个 链住了 我们不断会有影片 上载到网络上 希望你喜欢我们的影片 Subscribe我们的频道 还有给个like我们呢 下次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词